历经10年修复的南衡公路原本力拼2021年要通车 不过南衡公路191公里新五路段 从上个星期就出现落实摊放 虽然关山公路段用最快速度进行抢通 不过还是不断出现落实 目前是采机动管制放行要确保右路人的安全 南衡公路经过多年的修复 原本在上月已出建成效 近日却再次出现不少落实 让公路再次柔长春断 南衡公路在莫拉克风灾过后 地层松软 沿线时常因为大雨就出现落实 原本力拼2021年通车 不过近日三驱大雨 摩天及新五路段陆续出现落实 虽然经过抢通 却无法阻止落实不断的滑落 关山公路段表示 目前工作人员能持续进行修复抢通工作 每隔整点开放5到10分钟 供用路人通行 确保用路人安全 也敬请大家配合 记者潘俊伟 台东综合报导